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美国的疫情开样子爆了 自己已经成为密接的拜登总统 星期二专门就疫情发表全国讲话 他拍胸部说 美国绝不会重蹈2020年3月的覆辙 他还对美国民众表示 所有接种了新冠疫苗的美国人 都可以放心的按计划庆祝圣诞假期 参加聚会等庆祝活动享受节日记 他表示尽管接种过疫苗的人 还能够被检测出新冠阳性 但他们受到了保护 不会患重症和死亡 拜登给出的是最乐观的预期 在美国疫情严重反弹的危急时刻 他像一个牧师一样试图安抚民众 现在奥密克戎毒株发起的攻击像海啸一样 在抗议问题上一直松松垮垮的欧洲 荷兰先憋不住了 19日开始 所有非必要的商店文化及娱乐场所暂停营业 一直要到1月14日三周多 此外政府还强烈建议所有人都尽量待在家中 禁止举行公共活动 禁止举办圣诞集会等等 丹麦也是19日开始到明年1月17日 电影院游乐园运动设施场所一律关闭 德国和法国则决定对英国实施旅行限制 因为英国的奥密克戎毒株很严重 有种说法认为奥密克戎毒株传播力强 但死亡率低 这种说法需要得到更长时间和更大范围情况的验证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美欧的感染人数都在激增 但是死亡人数也在攀升 而且大量打了疫苗和加强针的人感染了 即使奥密克戎毒株导致的死亡率比德尔塔低一点 但感染的人数太多了 死亡的总人数还是会增加 老胡的直觉是一场新的危机正在席卷美国和欧洲 大家看都这样了 拜登仍在鼓励打了疫苗的人正常过圣诞节 这相当于冒着枪林弹雨开party 一颗炮弹打过来炸死几个人 但是party继续开 又一颗炮弹打过来 还是接着开 中国的防疫路线越来越展现出它的优越性 但由于中国和美国的路线成为了两极 美国的路线又影响了西方和大多数国家 中国非常优秀的路线反而会面临风险 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成功防疫的最大感受 是妒忌 然后是找茬 中国的防疫路线中既有科学和传统文化因素 又有政治因素 美西方存在这样的政治需求 就是通过污名化中国的防疫路线 来让他们的大量感染和死亡合理化 肯定中国的抗疫成果 对他们来说相当于政治上的灾难 所以中国必须坚持到西方老百姓 普遍对中国的防疫路线产生压不住的集体羡慕为之 为此除了抗疫成功 我们的经济成功将是压倒各种谎言的另一个关键砝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